代表东冲居民的资深大律师戴启斯在庭上质疑环评报告 是以错误基础去评估2031年大桥通车之后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 没有计算建造工程所造成的污染 认为大桥兴建到通车期间所产生的污染物 包括汽车排放的有害物质等等 影响公众健康的程度也应该包含在报告中 代表环保署的资深大律师余若海就重申 环评报告只需要根据备忘录 以及研究概要所列明的要求进行评估 如果报告符合要求 环保署长就可以批准 又或不是每项工程都需要进行独立评估 高等法院是在今年4月裁定环评报告无效 政府提出上诉 上诉庭完成聆讯 多个法官会宁定日期作出裁决 香港欢频电视机者谭宇宙报道